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到吃喝拉撒 作为父母都要负责 有时候遇到一些不懂事的子女就会特别头疼 但其实也有例外 大师根据研究出生日期说 只要是这几天生的孩子 父母根本不用操心 福气好到爆 快来看一下 1.儿女这天出生父母有福气 其1.农历三日 这个时间出生的孩子天性活泼 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喜欢 他们脑子很活跃 总是有很多新奇的想法 这个时间出生的孩子也最孝顺 体贴父母 对待工作也很认真负责 极其有规划能力 面对挫折从不放弃 不管走到哪里都给家人带财 其2.农历五日出生 在农历五日出生的人 俘虏双肩 尤其财运相当不错 贵人运也十分旺盛 能够得到贵人的引荐 无论事业还是财运 都能有极好的发展机会 在此日出生的人 男性大多为发达的命格 而女性有着许多创意思想 能够在事业上一帆风顺 其3.农历八日 生来就福禄满满 他们的家庭条件很不错 被家人保护得很好 没有受过一点罪 也没有过过苦日子 他们的运势一直都很旺盛 事业步步高升 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财运也好到爆 各种赚钱的好机会 都会被他们遇上 更重要的是 他们出生后 父母的财运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羡煞旁人 其4.农历十二日 身性温文尔雅 从小就体现出了极高的悟性 为人处事能考虑家人 也不会是个自私无情之人 贵人从小就多 爹妈两个人的感情 甚至也能因他而变好 这位前世情人 就是来自上辈子缘分的 他们日后悟性高 出息大 也不需要爹妈操心太过 总是把最好的福气带进家门 其5.农历二十三日 农历二十三日生的孩子 生在一家门 旺盛一家门 这天生的孩子 象征着招财进宝 从小就有过人的经济头脑 胆识也出众 父母两个人因为有了他 生活能重新见到希望 更可以在他们的相伴之下 安康到老 将来还能被孝顺 钱财年年都不缺 其6.农历二十六日 农历二十六日生的孩子 三生三世来报恩 这天生的孩子 往往人面桃花 男是母亲的前世贵人 女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 家有一个这天出生的孩子 双亲都能从穷到富 而且自他一来 横财层出不穷 他们从小被父母珍惜 来日也能孝顺父母到老 二 孩子出生时间有讲究 而孩子的出生日期 与孩子的命运 真的关系这么大吗 在传统的看法中 好的出生日期 能够给孩子一种美好的寓意 就像是宝宝的名字一样 寄托了家人对孩子的祝福 老话讲 男战二五八 女战三六九 七月十五命最应 这一说法 源于中国民间传统中 单数代表男性 而双数代表女性 单数又在太极八卦中代表阴 双数代表阳 阴阳互相调和 相辅相成 这句话的含义 我们分别来看 其一 男战二五八的寓意 那么农历的生日中 凡是在二月 五月 八月 这几个月份出生的宝宝 会有更好的成长未来 都是能成大事 在将来有很大才能 也有老人说 只要男宝的生日中 和二五八相关的 都会身体健康 平安幸福地度过一生 这是因为出生在这些月份的宝宝 正处于寒冷 入夏和盛夏的阶段 正是万物变化的阶段 气温的变化幅度较大 在生育后的第一个月 更能帮助男孩子 培养健壮的体质 提前适应孩子今后的发展 其二 女占三六九的寓意 女宝的生日也是一样的 有人说 女宝的农历生日 在三六九这三个月份 将会幸福平安 一生美满 而且 生日中带有三六九 这三个数字的宝宝 在以前都是娘娘命 是大富大贵的命运 这其实是因为 三月六月和九月出生的女宝宝 都是在收获 或者是栽种的季节 在这种月份的环境 会更加地温和 能够让女孩子 获得相对安稳的成长环境 其三 七月十五命最硬的寓意 七月十五是传统农历中祭祖的节日 在这一天出生的宝宝 被老人们称为命运的宝宝 意思就是说 这一生当中会遇到一些大风大浪 但是都会很快就过去 三 出生时间的好坏标准 一个好的出生时间 不仅使孩子拥有更健康的心灵和体魄 还意味着 人生的跑道更平坦 更顺畅 也更容易获得幸福和成功 那么 从生存八字理论来看 出生时间的好坏标准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 八个字之间的五行力量和谐相生 或者达到力量均衡 其次就是看 八个字里面有没有藏着贵人 这个贵人的意思 其实就类似于 哪吒电影中 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 无论哪吒如何作恶导弹 太乙真人都无条件地帮他培养他 希望他最后能成为栋梁之财 命中要是育有这样的贵人 又何愁人生不成功呢 当然 一个人的命运 不可能只靠出生来决定 命理是到出生为止的 所谓生存八字 属于先天的 相理是从出生之后 一方面接受了父母遗传的身相 包括面相 骨相 生相 手相另一方面 由于后天的锻炼 以及心理的是否正常平衡 而会使得出生时的身相 随着生命的过程 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这才是相理的总和 佛教讲 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因果 佛教虽然重视过去的命运 但是更注重现在和未来的命运 因为过去的塑业已然如此 纵然再懊恼也无法追回 但是现在和未来的命运 却掌握在我们手里 也就是说 命运终究都是要靠自己造就的 佛法常说 命由己造 福由心生 我们的命运根本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它没有固定的模式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这个变化都掌控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及自己的言行里 命运是奥妙的 没有定势又控制在定势中 这句话并不矛盾 这是佛法的一体两面 你要融会贯通了 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另外 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 空无自信 因此 命运也是因缘生法 没有自信 坏的命运 可以借助种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文昌帝君英智文中所说的 西于公至狱 大兴四马之门 斗士继人 高折五知之贵 旧义中状元之玄 埋蛇响宰相之荣 里面说的这几个经典故事 都是改变命运的典范 总之 从出生日期 也能够知晓自己的人生命运 看出其中的风水 这样的人投身到家里 能够给家人带来好的运势 如果不是 可以多做善事 自己的命运 也就会发生改变 父母操心的 也就比较少了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祝福是不散的 很幸福的朋友 我们下期不见 with you 这是赞